所以部長如果依照現在通過 因為確實已經三讀通過了 五月底通過了這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修正 可能他們會說是超越質詢範圍 反質詢拒絕答覆 那一次一罰 部長你有沒有算過這兩天下來 你大概要被罰多少錢 照這個標準的話 應該閃過人主 一次被詢一天可能要上百萬 那我們就看到 如果沒有人來當這些部長 沒有人來做這些服務人民的工作 產生的其實就是國家的空轉 我看這野黨的委員 他們現在終於願意討論條文了 但是都就單條單句 不敢告訴你整篇連在一起以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進行條文的第45條裡面 立法院可以就相關議案來進行調查 我們範圍很大 什麼叫相關議案 再來呢 如果是4748呢 其實在這裡就規定了 除了政府機關之外 是不對法人團體社會上有關係的人 所以他把大家包三包含包進來 因為我們有非常清楚 我們就是看到這樣條文的適用 將來會造成沒有明確的規範 內容沒有明確的法律明確性 所以我們認為要保護所有的人 希望能夠重新審視 堂堂綠法院都可以定出 這麼荒謬的法律文字出來 你怎麼能夠相信 未來他不會用這個寬鬆的法律 去做一些更荒謬的事 我們提複議的原因 是因為這部法律根本就侵害人民的權益 我們已經不只是在保障國家憲政之學了 我們是在維護一般人民的權益 為了我們尋求 鑑法上其他的救濟 請院長不只救這個案 未來更多案 能夠下鄉終民 想說清楚 尋求支持